今天9月20號星期五 的財經早點名 我是陳昆仁分析師 祝福大家每一個美好的一天 還有因為今天是星期五 也祝預祝大家週末愉快 你有看到昨天台股 有沒有超強的 大漲了363點 為什麼 原因就是因為費的降息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說 之前一大堆人跟你說 大漲了363點 費的降息好恐怖 景氣要衰退好恐怖 然後降息循環開始的話 股市會崩盤之類的 結果昨天台股大漲360點 結果今天 台積電很有可能 但不一定 會來去做挑戰錢金 1000元 當然它目前為止的話還是投資價值 只是到目前為止的話我就跟你說過了 我們不用做台積電 我們做它的受惠股 一樣活跳跳一樣很會漲 有沒有萬潤 你每天都聽我講萬潤 可是你有沒有跟上 這一波大漲了200多塊 280到480 然後一張你可以賺20萬 昨天的猛利漲停板 然後昨天的面板級散出型封裝 你看像是有威科 像是新科 所以這些個股 我跟你說過了 它都是接下來你可以留意的方向 COWERS 細光紙 面板級散出型封裝 台積電10月17號要法術會 因為你不要等到台積電法術會的時候 才去做追高 你就應該現在開始 今天9月20號做到10月16號左右 那很好賺 那波台積電行情真的就是 就是做在前面 就像還記得嗎 你看iPhone16 是不是當它還沒出來的時候 全市場都在跟你喊多多多多多 然後5 6 7月 郁金光 大力光 仙境光 這群光光光的 通通都是標股 可是真正出來的時候 哇 落差 因為你看 只有那支沙漠金需要等 你其他的手機幾乎不需要等 而且你看 怎麼AI在第一次上市的時候 還沒辦法搭載 必須要在10月份的時候 更新的時候才有英文版 要到2025年的時候才有中文版 哇 那你要不要買iPhone16 看起來這個換機槽 就會比較偏向於初期不如預期 因為沒有那麼好 它只有那個沙漠金 而且不是那種土豪金的金 它是那種比較偏向於古銅色的金 如果你有去看一下 如果你是果粉的話 你就知道我在講什麼 不過沒關係 現在開始請你跟我們做好 台積電法說會錢最好賺的一段 現在節目剛開始的時候 先花兩分鐘 先跟大家提醒這 提前買好 還有就是站得更高 看得更遠 你才可以賺得更多 來 回來到更高一個位階的 也就是美國股市 美股清晨收盤 美股四大指數全面齊揚 道琼創下歷史新高 S&P500也創下歷史新高 這種創高拉回 我有沒有跟你說過了 新聞跟你講說什麼 鮑爾講一句話 美股就下跌 那根本不是好不好 那叫做是創高拉回 結果今天就給你看到了 都是還在創下歷史新高 道琼跟S&P500 然後納斯達克的話 還漲了2%多 然後費城半導體指數都還漲了4%多 灰達漲3.97% 台積電我們的護國神山 ADR漲了5.34% 所以這就是現在目前你看到的方向 美股手穩在上 台股打第二隻腳 今天台股的重點的話 我先跟大家做一個預告 台積電很有機會去挑戰 挑戰不是說一定會站上 因為他昨天收960 960的話要漲4%才可以看1000塊 可是他其實昨天就已經 尾盤已經偷偷漲了 所以這個ADR5%的部分的話 不會全部反應 今天的台積電不會漲5% 因為昨天已經先偷漲了 所以今天只可以去接近接近 但是會不會我自己的想法是 不管會不會 你做他的售貨股 我幹嘛跟你拚台積電這種 這麼辛苦的股票 另外記底作戰中小先上 你已經不知道看到我講幾天幾夜幾次了 當然目前為止的話 還是這樣的一個方向 因為真的很多的一些內置投信法人們 我就跟你說過了 我的認識那群人們 他們很努力在做他們的記底的作戰行情 這就是現在目前大方向的部分 今天清晨收盤的美股的指數 我給你快速的瀏覽一下 道瓊1.26% 漲522點 S&P500的話是1.27% 這兩個算是溫溫漲 創下歷史新高 然後還沒有創歷史新高 不過漲幅也不錯的是 納斯達克漲2.5% 然後費神半導體的話 是上漲了4.27% 其他的公餐 漲比較多的是超微 AMD昨天漲了5.7% 其他的個股的話也都是紅通通 特斯拉7% 因為號稱他的10月份 會有那個Robot Taxi 就是自動導航的計程車會上市 所以最近的特斯拉 你也可以稍微去做一個留意 目前看起來 馬斯克他的位置來說的話 他依然是世界首富 他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雖然好像特斯拉自己的銷售狀況 不是那麼好 可是不管是像是 未來的自動駕駛的計程車 或者像是機器人 那你今天 你也可以稍微留意一下機器人 因為昨天的 揮達執行長黃仁勳 他也有說到機器人 未來你會有每一個人都會有 像那個以前有沒有 星際大戰 不曉得你有沒有印象 那個有一隻小隻 小小隻的叫R2D2 會跟在你旁邊 會幫你做助理 然後會幫你打點一些事情 那個R2D2 他說未來每一個人 都有機會有一隻 然後後來的話 那個特斯拉的馬斯克 他也在推文那邊說 對 所以這兩位正在為機器人 去做一個未來的夢想的暴露中 好 繼續往下看下去 我跟你說過了 你一定要聽懂這些有利人士 他們在講什麼 比方說聯準會FED主席鮑爾 或者比方說 你就算聽不懂鮑爾講什麼的話 你也要聽懂FED傳聲筒 那個華爾街日報的記者 Nick提米羅斯 他在講什麼 如果你之後都聽不懂的話 沒關係 聽我說 我來翻譯給你聽 來 這個要叫什麼 昨天聯準會 鮑爾降息兩馬之後 財政部長葉倫 他也是前聯準會的主席 他說我們看到的是降兩馬的決策 對經濟來說是十分強正面的訊號 因為反應通膨可以逐步回落 2%的目標 而且維持就業市場穩定的重要性 他是幫那個鮑爾暫停 然後結果另外一邊 你有沒有看到 那個手指的那個川普 他是生氣氣了 他生氣什麼 他說如果我上任 我就把你鮑爾換掉 為什麼要換掉 因為我就跟你說過了 鮑爾在做多 他要幫他老闆拼選舉 他老闆是誰 未來是賀錦麗啊 而且現在目前看起來 賀錦麗的聲望還滿高的 所以川普就生氣氣了 他說 你那個降息的決策 就是美國的經濟 要嘛就是非常糟 要嘛就是玩政治 然後我就把你換掉 可是我告訴你 目前看起來 這個川普老伯伯先生 看起來應該就是沒有機會了 因為目前看起來 因為他有太多太多的錯誤 因為賀錦麗是穩穩的 然後政策的部分的話 也幫他去做做多 所以美股往上漲 就很有機會帶動 現在目前的執政黨 也就是民主黨的勝選 這是我看到的方向 我也順便跟大家說到 所以你必須要能夠很清楚的知道 官方的態度是什麼 那還記得嗎 我們昨天還是前幾天吧 來來來來這裡 這裡 9月18號 我圖片都幫大家抓好了 這個是你看到的影片 中市8點17分 9點18分的台股盤前 你有沒有看到我說的 金管會說中信金並新光金 是緩逸有沒有 那我就跟你括號一個是 我就跟你講說 你要聽懂 他跟你講緩逸就是不準 然後我跟你說 因為不準的關係 所以中信金它的股價 就可以回復它的一個 比較正常的水準 因為你一併新光金 你就先苦後 先苦 不知道苦多久 可是這個叫不準 你有沒有聽懂他在講什麼 然後結果沒想到 你有沒有看到 那個中信金他說 我們還要開臨時什麼什麼 臨時董事會再去把它補 補什麼的 結果咧 來 昨天最新最新的 官方打臉 金管會說這種話 我告訴你 我懷疑就是不同意 我懷疑就是反對 請你不要再擾亂市場了 所以這就是跟你說過的 你要懂 這些官方的說法是什麼 然後你要適時的去做到 什麼事情 順勢而為 不是在那邊 怕東怕西的 不要在那邊 看到新聞跟你說 降息就是會崩盤 鬼故事 我跟大家說過了 那很多很多的 你沒有看過的事情 我們都看過 我跟你說 我每天起床五點半 我一定要看報紙 一定要看頭版頭條 一定要看全球股市 你以為我現在目前 坐在這邊八點鐘 可以很輕鬆的跟你聊天嗎 我們是做了很多很多的準備的 我要告訴你正確的數字的 官方的資訊 你看 懷疑不準對不對 還有 我還幫你準備這張表 當然這張表到目前為止 今天我就不用再管它了 大家這上半個月真的很辛苦 你知道嗎 你看ISM 什麼飛農 什麼蘋果新計發表 然後還有什麼PPI CPI 然後還有什麼零售銷售 一堆的經濟數據 就跟你講 現在有多恐怖 現在有多衰退 降息兩馬要崩盤 然後結果根本也沒有 因為降息如果是一個 預防性的降息的話 它就是一個叫做是 美股股債都會雙漲的這樣行情 當然今天晚上還是跟大家 讓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是四五日 四五日 或許有人想說 又要什麼恐怖的事情來了 沒有啦 不用擔心 不要害怕 有我在這邊 我會好好的來跟你講 這個四五日是什麼事情 我自己 我跟你說過了 我來中視頻道 大約兩個多月的時間 可是我自己有YouTube 我自己有LINE粉絲團 我們的YouTube跟LINE粉絲團 上面也都提供給大家 非常專業豐富的資訊 這個你看 六月的時候 我就跟大家說過了 四五日很恐怖嗎 沒有啊 因為它就是一個 每一個季度的第三個禮拜五 一年有四次 三六九十二 美股的股指期貨 然後選擇權 還有股票期貨 還有個股選擇權的到期日 集中在同一天 所以美股必然會震盪 可是咧 有沒有擔心 要不害怕 不用 然後我也跟你講說 不管是人家說什麼四五日還是三五日 都不管 那個都不是問題 你只要注意的事情是 趨勢方向是多頭的部分 專業的數據告訴你 股市就是要漲 我們先休息一下 因為還是有很多 你看我一堆的內容真的講不完 但是我還是要跟大家說明說 現在真的不用擔心 現在真的好好把握 這個基底作戰行情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下半段回來 選股跟操作更重要 進廣告 好 歡迎回來到 財經早點名的節目現場 我們剛剛上半段跟大家提醒過 今天的美國股市凌晨收盤 是道雄跟S&P500 創下了歷史新高 然後科技類股的話 也是飆漲一大段 所以原本就是降息 它就是股市是多頭 誰跟你說股市要崩盤的 去找他 我們只給你專業的資訊 來 台股的重點是什麼 第二隻腳 手穩在上 當然在上工的過程 你必須要看到 成交量要能夠去做一個遞增 昨天台股上漲了363點 可成交量只有3200多億元而已 所以這個看起來是一個 比較不是那麼樣充足的量能 不過至少沒有關係 先求穩 再求好 因為今天的台積電 很有機會去做跳空開高之後 去做震盪 在降情境之下的話 他就表示說 10月17號的法術會之前 你就是留意 因為台積電而受惠到的股票們 COAS 面板級散出型封裝 然後細光子 還有一些相關的AI跟AI伺服器的 一些零組件們 他們都會有不錯的表現 電子股我認為現在目前 是你可以留意的好好的方向 因為一般來說 傳統旺季都是第四季 也都是最好做的一段 當然我剛剛上半段的時候 就有跟你說過了 美股就是在做多 他們就是要告訴你 他現在目前就是要降兩碼 就是要刺激那個股市 川普生氣又怎麼樣 然後我們自己國內的部分也是一樣 你看金管會有沒有跟你說了 中信金我告訴你 我就是反對 我就是不同意 我告訴你 我自己跟大家偷偷的說 水很深 這種股票你不要碰 比方說你再看一下 央行他昨天又把 第七波的信用管制的措施 把它拿出來跟大家做提醒了 銀建 相關的個股 你這邊已經漲多了 我這邊要做管制了 所以你要小心一下 今天的銀建股 可能會有一些相關的利空測試 但是這些相關的利空測試的部分的話 會不會真的跌下去 就盯緊著領頭羊 我認為領頭羊目前看起來 南部的你應該是看金城 然後中部的話你可以看 稍微留意中南部 你大概可以看一下永信健 待會再跟大家做說明 但是這種股票 現在開始就會越來越難做 因為上個月的信用管制 已經讓他們雖然沒有在破底 沒有在大跌 可是已經有點漲不上去的這種感覺 好 記者說 看大做小把它賺起來 好 我們就跟大家說過了 我這邊就是數據數據再數據 所以或許有人在看我節目的時候 剛開始會看會不習慣 因為別人都是漲停板什麼 漲停板什麼 每天在那邊追漲停板 跟你說好厲害 每天都有漲停板 沒有那麼厲害 我告訴你 你現在的行情就是穩穩的 把作帳行情和台積電的名牌股的行情 把它賺起來 那就綽綽有餘了 沒有偏偏偏漲停板 但是你會每天每天都有一些 資金輪動的好的股票可以去做留意 這裡我也跟你說過了 有人會跟你說 2000年降息股市崩盤 2007年次貸風暴 然後雷曼風暴降息是崩盤 但我告訴你 那都是拿那種 九次裡面只有兩次的事情 跟你講好恐怖 可是九次裡面有七次漲 你怎麼沒告訴我 我就告訴你 這就是很多很多新聞 就是為了要嚇你 但是我的節目 我是跟你說 不要怕 有我在 你嚇到就輸了 8月台股崩跌1807點的時候 我再跟你說 這些都是利空測試整體步 我再都跟你破解這些利空的鬼故事 有八個利空 如你看到的 破解完畢之後台股就漲了2000點 然後降息的時候我也跟你說了 不管降一碼 不管降兩碼 就是要偏多做 因為看起來 目前看起來 選舉行情依然是持續的 然後我也跟你 昨天也跟你預告過了 因為我們早上直播是8點鐘 可是你會在隔天 也就是今天 你才看到工商時報 跟經濟日報的頭版頭條 在跟你講FED降息 那都晚了 因為他FED是昨天的凌晨2點 2點半報爾出來講話 5點FED傳聲筒 在那邊去做推文的 我5點半起床 8點在這邊跟你講 完整的解析 你才可以知道說 原來市場上面 有這麼多這麼多的領先的資訊 你每天在看的新聞 你以為是新聞 但其實都是舊文 因為今天的台股 又要繼續往上漲上去了 因為這是現在目前的景氣的 已經可以看到 是比較能夠去做明確的 軟著陸的期待跟預期了 這是我剛剛前面說到的 央行的第七波的不動產的管制措施 如果你的螢幕夠大 或者你可以把它抓回去再看一下 因為我今天沒有那麼多的時間 跟你講這麼樣的細的內容 但是我還是跟你講一下 你要留意一下 金城和永信健 因為他們的潛高分別是139.5和322 如果過不去 他就只能在這邊去做一個相形的震盪 會越來越難做 因為看起來這個管制的措施 他就是要逼著你 沒有大跌也要降溫 所以現在沒有那麼樣之前 那麼什麼新清安 政策做多再做多 然後那個什麼 什麼房市大漲再大漲的這種情況了 現在會一個高檔震盪 所以個股的部分的話 也會偏向於震盪的部分 那利空測試 如果他真的跌下去了 如果他是破底部的時候 你就要小心 銀建股你要獲利了結的 這樣子的態度 那目前為止的話 就是用測試的方式來去看他 然後台積電 我認為還是很有機會 來挑戰1000塊 但是我也跟你說過了 不管是1000塊的台積電 或者是225塊的鴻海 他都是投資價值的位置 可是他能不能繼續漲上去 我個人的想法是 有一點點難 可是我也跟你說過了 你如果之前已經跌到相對低點的話 不要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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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反彈的過程之中的話 你要換股換股再換股 因為接下來 他一定會走一個小型股主導的行情 就像是台積電的小型股 像我剛剛前面說的 你看像細光子 昨天我記得還有誰 華興光也創下波段新高 然後你看到那誰 萬潤 我已經講過不到幾次了 一張你可以賺20萬的萬潤 然後你要硬要在台積電這邊晃啊晃 當然還不錯 因為他昨天已經是 正式站上了季線了 鴻海的部分的話 也請你留意幾個關鍵的價位 第一個關鍵價位的話是月線 大約是178到180塊這附近 他會面臨第一道的反壓區 如果他真的能夠站上去的時候 再請你留意一下190塊 也就是季線的反壓區 所以目前為止的話 真的上面有太多太多的套牢的籌碼 散戶的籌碼 我說過了 左鄰右舍 親朋好友 同事 同學 哥哥 姐姐 兄弟 姐妹 還有爸爸媽媽 是不是大家都想買台積電跟鴻海 如果是的話 他們還要整理 如果哪一天 你沒聽到他們講的時候 自然就上去了 這就是那種感覺 就是散戶越多 然後籌碼就會越凌亂 這樣的問題 可是投資價值 依然是委屈的 因為我也說過很多很多次了 在我心目中 反應明年鴻海 15倍本益比的地方 就應該看225 然後結果你看這邊 漲到225 漲到234 就跌下來 所以他這一次回黨之後的話 很有機會 可以再次去挑戰 225附近的位置 因為那是明年 應該有的 合理的 投資價值的地方 基本面的地方 但是請你用一觀一觀來看 有任何其他問題的 有任何其他股票的問題的話 可以把我的LINE的粉絲團 把它加起來 我的LINE的粉絲團 你可以下面這邊有沒有 可以直接用 ID小老鼠DAR888的方式 或者你剛好看到QR Code 或者待會晚一點 我也會看 謝謝 謝謝我們導播 來 這個QR Code的方式 你也可以把它掃起來 好 繼續往下走下去 我也跟你說過了很多很多次 現在有很多人跟你講 記底做這樣的行情 啟動 是嗎 我什麼時候跟你講的 我8月份的時候就跟你提醒了 我告訴你 我們那些法人圈的那些朋友們 他們早就已經開始在做了 而且他們一做 我也跟你說過了 他們就直接遇到那個 8月份的股災 可是怎麼樣 沒有關係 因為他們知道 中將要反映他的投資價值 跟基本面 所以他們就逢低去買 所以就可以買那個 錯殺超跌的更低價 280塊買了套了 要不要緊 沒有關係 260再買 他就會把他的均價拉低 然後現在漲上來了 你就看到 當然我還是跟你重申一次 因為到目前為止 他已經被分盤了 分盤就是主管機關 要漲多要降溫的 有沒有又是主管機關 有沒有又是你要聽懂 那些主管機關 官方的想法是什麼 你就可以更輕鬆的 在這個股市裡面投資獲利 我也會跟你講 他們的想法是什麼 美股官方就是要做多 中信金官方就是不給過 還有誰 央行就是要管制 管制然後分盤 就是告訴你說 降溫降溫不要漲太快 的想法 當然目前看起來的話 這些股票都還是有機會 投本比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你可以去參考一下 你看像昨天有沒有 我跟大家說星雲 結果你看 他又變成是投本比第一名 因為他就真的是 有大人在裡面 這個大人不是我大人哥的人 而是那些真的是有力人士 內資 主力 法人 投信 他們就在裡面 我告訴你他們沒有走掉 因為他們還在做作戰行情 然後只是你不要聽我一講 我就很開心給我跳下去買 去做追高 因為你真的該做的事情 你不一定是在那種恐怖的時候 跟著我們勇敢的逢低買的時候 而不是在全市場一片開心的時候 你才去做追高的動作 永遠那個追高 我要給你看那個 不管時間夠不夠 我一定要給你看這些畫面 來來來來來來 台股現在目前最大風險 絕對不是基本面的風險 絕對是你 不好意思我講得很入股 就是你在追高殺低 就是散戶投資人在追高殺低 這才是最大的風險最大的問題 所以不管時間還有多久 我一定得要讓你看這一頁投影片 那我還有另外要跟你提醒說 如果你真的最近的行情 你錯過前一波的低點 那你現在目前 你還是想要跟上 我們現在目前的作戰行情 或者像是台積電接下來的 法說會前的行情的話 做幾個動作 QR Code掃起來 或者待會節目結束之後的話 電話把它撥進來 我好好的來帶你操作 加LINE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好的內容 比方說標股資訊 比方說像是法人操盤策略 甚至你可以跟我 一對一的互動對話 今天禮拜五 週末愉快 台股加油 大家加油 我們盤中見 謝謝